路口監視器拍下深夜12點多 兩部車在停紅燈 突然遭一輛白車攔下 白車開到逆向超過擋車 既然有人下車開始持刀棍攻擊 不斷往車身猛砍 駕駛看傻眼 後方車輛倒車往前開快閃 前方車輛也起步 卻被一輛車高速猛撞 當場撞成一團 你們是被撞了就對了 你坐哪個位置 車輛被砍又被撞玻璃 碎成蜘蛛網撞 後方擋方玻璃更是被砸出洞來 附近店家全嚇傻 這次倒砍的 這個怎麼可能催下去 停在他後面的時候他擠上來 我直接倒退路 然後就往前開了 事情就發生在高雄林雅區 十四號深夜十二點多 兩部車停紅燈 卻疑似被攔錯車誤砸 其他兩車九人疑似誤認對象 結果攔下奧迪砸車 甚至開車衝撞有夠離譜 一名無辜女騎士被撞手腳擦挫傷 已經查去倒案 深夜路口停紅燈 卻疑似被誤認 又是砸車又是撞車 車輛嚴重毀損 還撞到無辜歧視 警方以車追人 詳細事發原因 還有待進一步釐清 記者 高雄採訪報導